大家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快筆記 那剛剛我們做了一個隨手寫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突然有個idea 在做筆記本的時候前面要設定封面、尺章 我怕設定完以後 那個idea突然就不見了 所以呢在GoodNotes他說啟動完 如果你有一個很好的idea 趕快把它記下來 來 那怎麼回上一層呢 在左上角這邊有個箭頭 各位看一下嗎 我就點它一下 點它一下就回到這裡來 那來我全部關閉好了 手指頭在我們的iPad的邊界外 往上推快一點喔 推到中間停頓一下 我們再把它關閉一次好了 這次我們再把GoodNotes再開起來 點它一下 這時候呢 我怕我的idea忘記了 點加 這時候趕快點來個QuickNotes QuickNotes有沒有看到嗎 快筆記 來 那它告訴你喔 那接下來 點按加兩次 建立快兩 來點它一下 就開起來了 那開起來呢 這些什麼事情都不需要 設定 就直接開始寫筆記了 喔 記得喔 接下來當然左邊這邊是筆 就可以開始寫了 有看到嗎 這個隨手筆 這個畫筆呢 這邊有三個 一個是鋼筆 一個是原子筆 那我們先使用鋼筆吧 那點一下 預設這個寫起來 這個星期 教材 對 要教 喔 寫完以後呢 對 假設說要提醒自己趕快教 那結束了以後呢 在這邊呢 目前 各位看到嗎 上面寫是什麼 草稿 你可以點它一下 趕快就直接可以點它什麼命名 喔 點它命名這邊點下去就可以把這邊呢 那塗掉呢 就塗塗塗 拿著Apple Pencil 這樣塗掉了 你看見嗎 你只要在上面呢 撿下去 那就可以開始寫字 交 再塗一下 拿著Apple Pencil當然就直接可以寫字就進去 如果是你手寫就點這裡 OK嗎 那點完以後呢 當然點完成 在這邊我點完成的時候呢 A 這裡 那這邊呢 名稱做完了 再點回上角 回左上角這裡來 喔 那我就建立一個 這個叫教材 喔這是快筆記的概念 就是說我怕我的Idea忘記了 趕快呢 啟動GoodNotes 接下來呢 點它 那其實呢 它告訴你喔 其實 你在更快的方式 不用點加再點點 直接在這裡 快點兩下就可以 來我們再來一次 啟動GoodNotes的時候 在那邊呢 你在那邊快點兩下 欸 就啟動了 快筆記的功能 可以看見嗎 喔 趕快把你的Idea想起來吧 要 錄教材 喔 寫起來對不對 寫完以後呢 當然 把你的Idea 寫起來 或是要重要的事情 寫起來 在上面這邊呢 點一下 當然在這邊呢 就要點一下 改檔名 那改檔名看喔 如果你使用Apple Pencil 把預設的 ntitle 塗一塗 這樣做什麼 啊就是把它刪掉啦 喔 錄影片 它自動會把我們轉彎 它自動會把我們轉彎 當然做完之後點了一個 完成 那再收起來 完成這個 那接下來我們再回到 左上角這裡來 看到嗎 我們就做完這個了 那我們又錄了一個 那你所寫的筆記其實都在這裡 那這裡的檢視模式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來 那就請各位先練習一下 操作一下快筆記 啟動GoodNotes的時候 在這裡快點兩下 趕快把你重要的事情記錄下來